南明的洪光小朝廷之所以命短 主要在于朝中大臣 眼光太短 从前东林党争权在朝廷是为了干活 如今到了南京 东林党一戏 他只是想铲除异己 看谁不慎眼就弹劾谁 就想把对方给骂走 马氏英远大成这些人 都不是吃素的 都不是省油的灯 而洪光地本人只想吃喝玩乐 哪怕你们这些人斗得洪水滔天 与我无关 所以说南明的洪光小朝廷 只是有一小撮人在为国家着想 在为老百姓着想 绝大多数官员就想混口饭吃 但他这么样的混法 这饭碗迟早是要碎掉的 和先前在北京的大明朝不同 如今在南京的洪光小朝廷 对军队那军将是没有什么控制能力的 镇守四方的那几位所谓的有功之将 逐渐就发展成为军阀了 完全不听朝廷指挥了 这样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就形同虚设 因此南明政权也是没有想到 在不久的将来 掘墓人竟然是自己人 我们上一集说到 洪光帝在南京继位之后 马世英就把持了朝中的大权 他把持了朝中大权之后 肯定就会自然 首先想到他从前那个恩人远大成 于是他就说服洪光帝 直接任命 远大成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世英本人来讲 他举荐远大成入南京 还当这个官 只是人情还人情 起先绝对没有说 还为这个逆案翻案的意思 不料想他这个行为 等于就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了 这些人群起公知 当时什么刘宗舟 黄宗熙等等 不断的上书 威言耸听 只是说什么呢 远大成是燕党骨干 如果皇帝您启用他 国将不国 而后呢 大学是江约广 互科几十中 罗万象 兵部侍郎 吕大契这些人 也是愤愤的痛心疾首 上书给这洪光帝 则斥马世英呢 不顾从真帝 尸骨未寒 你看他现在就给这个翻逆案 绝对是拙乱朝政 绝对是大奸巨恶 还指责马世英呢 有意就把洪光帝 当成曹毛那样的末世佣军 来加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呢 马世英呢 非常恼火 但是呢 也不得不暂时 宗旨了 让他老朋友远大成入朝的 这样的行动 不久之后 在左良玉军中啊 当监军的悬案玉使 黄树入朝 建这个洪光帝 黄树这次来啊 主要是受这个左良玉派遣 刺察洪光朝廷的虚实 吹门户私见呢 黄树他也是东林党人啊 他在这个朝堂啊 向洪光帝行礼完毕之后呢 马上高呼 陈金来朝 适当冒死以击奸贼 洪光帝听黄树如此说呢 当时一脸愕然 问清以谁为奸贼啊 黄树马上大容回答 奸臣大贼 那马是英也 此人受先帝疏宠 由于罪人 着身为凤梁总督 昔日北京被困 他拥兵做事 不发一兵相助 全无人臣之心 马是英既不忠于先帝 又怎能忠于皇上您呢 此外 凤阳乃祖灵 乃我们大明发祥之地 马是英是文景祭陶 不守祖庙 不仅他自己 是不忠之乱贼 又献皇上为不孝之子孙 此人万死而有余辜 黄树当时还挺激动 边骂边哭 就上前大扇马是英的嘴巴 听黄树如此说 在场群臣 无不欺然动容 孔光帝当时也是面红耳赤 呆坐良久 就对手下的歌称说 黄玉石呢 所言有理 可详细奏之 接下来 在黄树就当庭 隶属马是英的罪恶 使得这位马大学士 脸面兼无 惶恐之余 他也没办法 只得跪在当地 向鸿光帝 请求辞职 鸿光帝当时就准奏了 下朝之后 在马是英甘心 他当然不甘心 他不可能就这样 退出南京的政治中心 因此他回到家里之后 就立刻上书 就吓唬弘王帝 微臣一旦离京而去 四镇皆失事 朝中大臣 肯定会拥立陆王为帝 在此期间 受过这个马是英 重金贿赂的 原先胡王府 两个太监 也在宫内 在跪着那满脸是泪 劝这个弘王帝 皇上您 如果没有马公 你就不可能当上皇帝 如果您现在把马公逐出京城 天下人都会认定皇上您 是忘恩负义 而且马公在内阁 万事能够担当 皇上您可以整日悠闲自在 如果没有马公 在朝内 朝臣们这些人 有谁肯顾惜皇上您呢 鸿光帝本来就是个婚姻之君 耳根子特软 很快 他就把马是英 重新召回朝内了 重新回朝的马是英 就恨极了东林党人 于是呢 他就招来他的这个老朋友 远大成秘义 远大成 这时候咬牙切齿 比宫逆安 我们应做顺案以反击 什么叫顺案 就是要清算原来在北京那些明朝的大臣 投赴大顺政权 那种尸身降贼的行为 由于当时在北京降服农民军这些明朝官当中啊 有不少人是东林党人 马是英呢 就借此上书 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一来 东林党人的势力呢 在这个南京这个朝廷当中呢 就遭受了极大的这种损失 吕大契啊 江约广啊 刘忠忠这些人 先前呢 因为他们这几个人 还在没有及时这个对福王表示拥戴 因此他们也不安于位 愤愤离之而去 而就在江约广 向那洪光帝避词的时候呢 南明小朝廷 还上哑了一出这个中间争霸的这样的一个戏份 当时呢 洪光帝坐在地座之上 群臣两旁陪列啊 江约广就说了 为臣我处武全奸 自奋万死 圣恩宽大 有许归田 马世英听江约广这样说 也是勃然大怒 我为全奸 你是老贼 而后呢 马世英就叩头对洪光帝说 为臣我从满朝意义当中推待皇上 愿以全马余生归老贵阳 避贤路 如陛下留臣 臣一但多一死而已 江约广呢 这个时候就斥骂他 拥戴皇帝登基 也是人臣鞠躬的口实吗 马世英呢 反春相机 我无功 难道你们牟利陆王有功吗 两位大臣呢 争吵不休 最后还是洪光帝 坐在玉座之上 就是霍西尼 陆王乃朕之叔父 贤明当立 两先生误伤国体 江约广 马世英 散了朝之后 都出了朝了 又在朝门那里 相对是破口购骂 江约广这个人呢 非常正直 非常清廉 绝对是有古代贤明大臣的那种风范 洪光小朝廷呢 连这样的人 这样的正人君子都难以容纳 如此一来 正人去位 小人在朝 洪光朝廷的政治就可想而知了 而后呢 在一个太监李称芳的进一步活动之下呢 洪光帝亲自下招 起赴远大臣呢 为兵部幼侍郎 太监李称芳为什么帮这个远大臣呢 就是因为先前啊 有一段时间李称芳啊 有落难的时候 软大胡子呢 给他不少基因财宝 特拿他当人 由此可见 那软大胡子确实是一个会压政治赌注的这样一个人物 不久呢 洪光帝又下招任命 软大臣为兼又迁都御史 让他寻月江房 软大臣在南京兴起顺岸 当时是株连胜广 有人就劝他 天下未定 您如此呢 罗知罪名 还专门来报复 不知道最后是到底是为卢呢 还是为贼呢 就是您现在 还兴起这个顺岸 最后得便宜的 弄不好 要不就是农民军 要不就是清朝 软大臣呢 当时也是心知口快 他怎么说呢 忠名漏尽 时日无多 我只要能及时报复我这些仇人 管他是为卢还是为贼呢 转年二月 这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的位置 在江上试诗的时候呢 这个软大臣身穿肃蟒服 腰缠碧玉带 一身那个奇装异服那种细子的装束 绝对是过足了细饮 不仅软大臣如此 包括东林党领袖 前前义 他进入南京的时候呢 他的爱妾柳如氏 当时也是荣服其马 投插至尾 还做那种招军出赛状 我们想一想都什么时候了 国家都快亡了 你看这些士大夫啊 包括他们的姬妾 妖服怪伴 已经显露出南明洪光政权 这种即将灭亡的这样的征兆 马世英 阮大臣 这两位好友当政之后 就弄出了呢 下面所谓的当国大计 第一 迎接洪光帝的嫡母入南京 第二呢 牵老夫王的子宫入南京 实际上老夫王早就被吃掉了 所谓的子宫只是一空棺材 第三 因为皇子未生 应该在民间的大选淑女 充施后宫 第四 防备明朝那些宗藩 立刻呢 就把姓存的那些明朝宗室 都迁入南京禁地 加以安置 由此一来呢 南京的皇宫呢 也就一阵大忙活 到处搜罗年轻少年的净身 充当太监 充当患者 追认老夫王呢 为公皇帝 而后呢 不少患者四处到处寻找 但凡见到民间女子有姿色的 马上用黄纸贴额 就拉入宫中 一时之间 南京啊 誓似悄然 甚至民间有不少妇女 自意上吊 也不入宫 洪光帝本人呢 你说住在皇宫之内 他好觉得宫殿狭窄 于是大兴土木 四处找寻那些巨大的墓柱 有好拍马屁的小官 早出专章时代 存放在公布仓库中 一些这个大柱子 实际上那些大墓柱啊 都已经烂朽 都不能用了 他们就马上上表 称什么呢 神木自制 就哄这皇帝高兴 于是呢 南京城内 府剧叮当 好不热闹 一派生平景象 搞这么大的工程 要花钱啊 科捐杂税 这个时候已经够多的了 于是呢 马世英就想出一计 雀酒助想 每一斤酒 要交一文钱 这种做法啊 绝对是仓仓腿上走肉 马世英 阮大成两个人呢 他们自己也不闲着 贪污受贿 无所不至 谁你只要给他们钱 马上就要观作 以至于呢 当时民间啊 有这个歌谣 中书随地有 都都满街走 寄奸多如羊 执方健如狗 殷起千年尘 拔贡一成手 扫尽江南前 甜色马家口 那年初夕 大晚上的 洪光帝呢 坐在兴宁宫 悠然不乐 大飞脸蛋 搭了 小眼神还挺阴郁 他身旁的太监 韩赞周呢 看到皇帝这个样子 就问 新宫华丽舒适 陛下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似乎呢 您现在心事重重 难道是思念 黄考和先帝吗 所谓的黄考呢 就指洪光帝啊 他亲爹老福王 先帝就指崇真帝 洪光帝呢 两久不应 过了好久 深沉的叹息一声 开口了 进宫演戏的戏子啊 男女幽灵 色意双家者 太少了 由此啊 我们就可以想见 洪光帝这样的婚姻之君啊 绝对是古今含有 洪光帝呢 之所以能够得力为君 那些君头们 那些总兵们 出力挺多的 他们呢 等于就成为定策元勋了 所以洪光帝继位之初 南明小朝廷呢 就下诏 分高杰为星平博 镇守徐州 四州 刘良佐呢 为广昌博 镇守关阳寿州 刘泽清呢 为东平博 镇守淮安扬州 黄德公呢 由博啊 进为侯爵 镇守楚州 河州 同时呢 在扬州啊 设置这个都师府啊 由这个石科法担任都师 从四镇的驻地 和都师府的驻地 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 南明洪光一朝呢 只想是这个化江而至 只想留守于江南 根本就没有任何北进的 这样的意思 下面呢 我就简要叙述一下 这个南明洪光朝四镇 这个四个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 这个人呢 是陕西米子人 他和李自成是老乡 在从真七年 就公元1634年十月呢 明朝大将贺仁龙 他这个把这个李自成啊 围在龙州 困窘之下呢 李自成当时就派这个高杰 假装向贺仁龙啊 投降 不久之后呢 贺仁龙军中的军使 和高杰就往来非常密切 似乎呢 这假戏就成真了 所有这一切呢 就让本来非常善意 李自成呢 就对这个高杰起了疑心了 高杰这个人呢 一表人才 姿貌魁伟 有一次这位美男子 偶然到那个军资仓库当中 去支两米 就和李自成的老婆 刑事啊 一见钟情了 刑事这个妇人呢 勇武多志 同时呢 他还帮李自成 掌管那些军资 而李自成呢 本人不好色 又天天啊 在外的功成献地 很少时间呢 和他这老婆亲热 刑事呢 见到这位高杰 相貌堂堂 又是一口香荫 因此两个人呢 很快就勾得成奸了 刑事作为一个女人呢 本性也很多疑 他呢 你想首先给这个李自成 戴了一顶大绿帽 自己呢 反而内心先招慌了 就不停的窜斗高杰 向那明朝冠军投降 而当时的李自成呢 还没成气候 高杰本来呢 就和明朝大将贺仁龙 关系不错 因为贺仁龙这个人 也是米子的籍贯 等于和这个高杰是老乡 于是呢 高杰就找个机会 带着这位李大嫂 就那刑事啊 包括他手下一帮兵士 就向明朝投降了 此后呢 高杰就摇身一变 就成为受昭安的官军了 高杰由贼军 变成官军之后呢 还挺能干 多次大败李自成 罗汝才 张献忠这些人 即使到了后来 他的这个老上司 贺仁龙啊 这个孙传廷啊 这些人 或者这个 因为这个军败 被朝廷诛死 或者呢 是为贼兵所害吧 唯独高杰 还能够独善其身 一直呢 没有遭受大败 对他特别有利的是呢 他手下那些有生力量 还一直保存着 从真17年 就公元1644年 这个从真皇帝啊 受高杰为总兵 命令他率兵啊 持旧山西 天下愤乱之际 高杰呢 盗贼本性呢 又开始犯了 当时面对 示弱山来的 李自成 这农民军呢 是连战连北 但他在败退之际呢 在沿途啊 依旧是重兵 大肆抢掠 还一丁点 没有官军气象 与之相反 当时那李自成啊 倒一改从前那种凶残的面貌 绝对是爱民如子 加上他营内啊 又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 宣传也搞得不错 所以说呢 不少地方老百姓就乐呵呵的 一直在唱 吃他娘 穿他娘 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在眉山吊死之后呢 高杰就率兵南逃 洪光帝在南京继位之后呢 就封他为兴平伯 就以扬州啊 为他的驻地 但高杰部队啊 到处烧杀抢掠 恶民远扬 因此扬州这个老百姓和世大夫 就把四城的城门紧闭 防贼一样紧守着 就不让高杰的部队入城 高杰当时非常恼怒 勒兵攻城 同时呢 他又派出兵马 在扬州城外四地 到处抢掠妇女 奸淫抢劫是无恶不做 如果是在太平世界 用不着等着朝中的御史来弹劾他 朝廷啊 早就有人携带这个皇帝的招职 单凭高杰手下 就进攻扬州城 或者在城外这个杀掠老百姓 单凭这个罪过 就够杀他一百次了 但这个时候呢 南兵小朝廷内忧外困 正是倚众武将的时候 洪光帝本人呢 又非常感念 高杰有拥戴之功 所以说就不可能处理高杰 无奈之余 石可法呢 也从中获悉尼 因此就把瓜州 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呢 当时也知道扬州城 很难攻下 就顺势收下的石可法的人情 不久之后呢 他又奉洪光朝廷的命令 一阵徐州 说了高杰 我们再说刘良左 这个人呢 是直立人 他的经历和高杰差不多 原本也是李自成手下 当时高杰护李自成的内营 刘良左呢 护外营 这个人也是骁勇能战 长骑一匹斑驳的大马 当时人称花马刘 刘良左投降明朝之后呢 也是因为赶战能战 受到当时的怀府 朱大典的重用 多年以来呢 他一直在六安卢州一带呢 和那个农民军相抗衡 而且呢 他还曾经和那黄德公一起 在浅山大败张献忠率领人马 浅山大胜之后呢 他就被明朝提升为总兵官 得知北京被李自成攻陷这个消息之后呢 刘良左贼姓大发 当时他在哪呢 他在河南正阳 得知皇帝已死的消息 他不仅不忧愁 反而呢 派遣他的兵马 沿路到处烧杀抢掠 后来呢 刘良左率领手下部队 又大肆抢掠淮上地区 猛攻临淮 和高杰相比 刘良左这个人呢 更是多了一份贼姓 少了一份忠心 日后呢 他要用手下十万精兵 向清军投降 说了刘良左之后呢 我们下一集 就要说四镇另外两位军将 就是刘泽青 还有黄德公 这一集彩蛋呢 我们就讲明末 那些藩王 不出钱不出力 实际上他们是有难言之隐的 提起明朝末年 那些著名藩王他们的表现啊 确实挺差的 历史研究者呢一般都认为 你看当时明朝拿出这么多的财政收入 供养这些藩王子弟 但这些人呢 几乎就对大明帝国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他们在地方上养尊处游 甚至是鱼肉当地的百姓 胡作非为 而到了崇祯年间 大明帝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内忧外患的 崇祯皇帝要求各级官员和这些藩王捐钱 但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一毛不拔 似乎对这个帝国啊 完全是见死不救 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那些藩王不出钱呢 也不完全都是钱的事 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就是财迷 在明朝末年 这些地方上的藩王 即使给他这个藩帝所在地的那些明朝军队 捐出个几十万两啊 几百万两 也就能撑各把月或者几个月 最最主要的是呢 这些藩王当时捐出银两 最大的可能呢 就是出力不讨好 还有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呢 是惹祸上身 举例来讲 当时那唐王自费起兵秦王 前去绞灾 结果呢 被这朝廷加以追责 还把他关禁闭了 当时那周王呢 也是自己捐钱 守成绑命 也是冒了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内心恐惧无限 为什么呢 他们就怕自己出钱这个事 出钱给军队这个事 怕遭到皇帝的猜忌 日后世平之后呢 就怕皇帝给自己小鞋传 而身为皇帝呢 对这些藩王很可能就这儿想 你看 你收买军民之心 意欲何为啊 当初朱棣 就是以藩王的身份造反起家的 最终呢 他还篡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 由于朱棣自己得位不正 因此从他开始 就非常采访 在各地的那些明朝藩王 朱棣之后呢 他那些子子孙孙也都是一脉相承 本来应该成为明王朝平藩的和他们统治支柱的一些藩王宗室 逐渐呢就成为明帝国的最大的负担 这些人呢除了在当地封地 还锦衣玉食 当那种最高级的囚徒啊 这个之外呢 实际上呢 什么用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呢 明末 那些藩王 看上去各个财迷心窍 一点钱都舍不得掏 实际上呢 他们也是有难言之言的 也是他们二百多年来 这种惯性应对 既然京城的皇帝一直采访我们 一直采访这些藩王宗室 因此各地的藩王呢 也是那种破罐子破摔心态 一直是静坐观望 结果呢 肯定是双书 南明政权所依仗的 那四位军阵的头目呢 四分之三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爱吃人的 勾引一扫的 好烧杀抢劫的 这几个人呢 各聚一方 互相征地盘 目无朝廷 而当时的南明朝廷 还得向老百姓民间收税 养这些人 百姓呢 多受其苦 这就好比如啊 一间大屋子 四堵墙 都被虫子住空了 塌房 肯定是迟早的事 除了这四位爷呢 还有个老淑人 左梁玉 他在从真一朝 实际上就不太浮广 打李自成的时候 他就心中有小蒜头 对李自成啊 这个军队绝不赶尽杀绝 怕李自成 这帮流寇没了 他就没功可力了 他的小蒜头 绝对是打得贼精 这样一帮武将 保家卫国 肯定是指望不上他 清军呢 绝对是生于妖患 李自成方面 你甭看 他的那个残军 生命力还挺顽强 隔三差五呢 就给清军来个败仗 而且在怀庆战役 还把清军打得大败 这一来呢 多尔滚如同冷水浇头 就重新制定了战略 专心把军队结合起来 对付李自成 不久之后呢 李自成把自己也给干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洪光朝廷还能长远吗 我们上一集呢 就讲到南明立国之后呢 他有这个四个大的军事势力 军头 军阀 前面呢 上一集讲了两个 今天我们接着讲 那么南明他第三个军阀呢 就是刘泽清 这个人呢 确实还有一定的将才 人呢 长得也非常潇洒漂亮 号称是白面诸容 远远望绪呢 跟画中人一样 但这个人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他的秉性 是非常的卑鄙残暴 好获取利 喜欢钱 他就是南明啊 这种八户恶将的 这种军阀的典型 刘泽清最早的发迹呢 还在于 他就是率领他手下军马 平定了当时登州的孔有德之乱 当时呢 也不是什么大战役 小打小闹 哎 他就能混上个山东总兵 也明末乱世 但凡立点小功 朝廷就特别重视 崇祯十六年呢 他就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 但在这样的战斗过程中呢 他剑贼就跑 对于当时的这个李自成的这个流寇 他根本就打不过 但是呢 他对当地百姓 倒是发狠 萌打萌杀 然后呢 割下首级 虚报战功 获取了朝廷不少的赏银 后来李自成 率领大队人马 进围北京 崇祯帝呢 就给他下诏 让他率领军队去来秦王 这个时候呢 他就拖延自己舵马受伤了 走不了 崇祯帝一听很着急啊 又遇刺他银两 就给他当药钱 实际上对他抱以殷切希望 很快呢 崇祯帝下诏 命令他恶守针定 刘泽青根本就不奉诏 反而在当天呢 在林青一带呢 大肆抢掠 然后呢 统兵难逃 他在一路逃 一路上是烧杀抢劫 当时北京的崇祯帝军臣 为了哀求 刘泽青能率领他的部队 来这个京畿一带增援 本来呢 要封这为东安博的 但这个时候 他已经跑到江南地区了 刘泽青在当地 在瓜州一带 大肆抢劫 然后呢 他又盘踞在淮安 专心专意 做一方军阀 作为一个军将 刘泽青这个人呢 作战的时候 他非常胆怯 但他对老百姓 却非常凶惨 平时呢 他还爱取这个监狱当中死囚啊 用那个割下心肝 来下酒 而且他把他亲叔叔都给暗杀了 因此他在军中啊 绝对是为所欲为 在淮安的时候呢 刘泽青为了显示 他自己的所谓的青崖吧 大致宅邸 然后呢 花费千金 构建一个巨大的水阁 然后呢 又把当地的那些门人啊 书生啊 招过来 然后让这些人写诗 作夫 来歌颂他的所谓的工业 刘泽青这样一个 对外怯懦 对内凶残的 这样一个军头 一个军将 他就是靠着拥戴红光帝 就得以升官了 平时呢 非常傲慢 无礼 四处呢 就对人夸耀 我二十亿头笔 三十亿登坛 四十亿猎徒 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满嘴的都是夸耀之词 清兵南下消息传来呢 有人就问他 这将军你有什么御敌之策啊 他当时就笑道 我用力扶王而来 以供我休息而 万一有事 五字则江南一郡去也 刘泽青呢 他本人性情凶残 因此他的军种 军纪也是非常败坏的 所以说他手下那军队 所有的所作所为吧 跟盗贼盗匪是一模一样的 平时呢 刘泽青在自己的府中 还养着两只大黑猩猩 每每呢 就把这两个大猩猩拿出来 向宾客悬要 更可怕的是呢 你看这个秀花枕头美男子 你甭看他长得好看 但他还是一个 适时人肉的这样的一个恶魔 就爱吃人肉 有一次呢 他大会宾客 在宴会厅 他就命令 当众啊 命令的手下士兵 当场就把一名死丘给杀掉 而后呢 取出这名死丘的脑浆和心肝 放在两个筋肉当中 当着满堂宾客的面 这哥们呢 一边吃人肝 一边喝脑浆 庞若无人 当时在产那些宾客 哪见过这个场面 个个吓得是胆战心惊 国难当头 他唯一有什么工业呢 所谓的工业 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 建造出一座 这个府邸 就是拟若荒居 绝对是堂堂唯唯唯唯唯壮 壮丽 结果后来清军一到 刘泽青连打都没打 马上率领了他手下六万主力军 马上就向清军投降 说了刘泽青这个人呢 我们再讲 第四个这个军投吧 黄德公 黄德公呢自虎山 他是明朝的开源卫人 这个人呢 长相啊 特别这个雄伟 而且一大胡子 屡立绝伦 绝对是这个天生的一个大将的 这样的一个料 黄德公这个人呢 出身还是比较贫贱 他年轻的时候是赶驴为生 但这个人呢 他后来遇到一个伯乐 谁呢 那就是马世英 你看马世英这个人是个坏人 但是呢 黄德公对他特别佩服 不仅这个婚娶啊 什么这些大事 每次都这个马世英主持 马世英呢 还教黄德公练兵法 那么后来的马世英 当凤阳总督的时候呢 黄德公等于财力得失 毕竟是马世英赏识他嘛 他当时在堵截这些流寇啊 这个过程当中啊 立下好多这个功劳 特别是在河北一带 他当时屡立战功 多年以来呢 黄德公就率领手下军队 和什么张献忠所率的兵马啊 包括什么阁左武营啊 这些农民军一直是血拼 还立功不少 他当时那个声名啊 从真帝都特别知道 为此呢 从真帝还派人啊 亲自给他一些这个智商的 疗伤的这种药物 以彰显他的这种功勋 南明这个洪光帝朱游松继位之后呢 由于察觉黄德公 这个人还是挺忠心耿耿的 也是非常看重的 黄德公呢 虽然是一直受到马世英的赏识 但这个人啊 他本性非常淳朴 对明朝 对这个洪光帝是始终没有二心的 那么他手下人马有多少呢 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了前一集和这一集 我们讲了这个四个军阀之外呢 当时南明啊 手下的这个军队大将 还有左梁玉一部 左梁玉呢 这个人是山东林情人 早年呢 他率领人马呢 和那个厚金在辽东一直激战 他这个人作战还是非常勇猛的 所以说当时的升官很快 左梁玉这个人长得还不错 长身赤面 而且呢 能左右驰射 就骑着马 左右两方面发功 左梁玉这个人呢 文化程度不高 号称是目不知书 但是呢 他颇有制律 对于他手下的这个士卒啊 军兵啊 他也是非常善于抚慰 我们前前也讲过 杨四昌都军的时候呢 左梁玉率领手下人马啊 和农兵军啊 作战很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是十二大胜 十二大败 逐渐呢 他就拥兵自重了 而且他在从真末年 已经挂了个贫贼将军印 然后又被封为这个伯爵 宁南伯 当时呢 他率领他的主力是坐镇南昌 正是由左梁玉呢 坐镇南昌 他就能控扼南京的上游 当时他手下有多少兵 他最多八十余万兵马 绝对是气势汹汹 对外呢 又号称啊 手下有精兵百万 结果呢 洪光帝在南京继位 左梁玉呢 这事儿啊 就自恨啊 自己没有策立之功 本来他是不赞成洪光帝继位的 后来呢 因为这个湖广巡抚 河腾交啊 包括巡岸黄树苦劝他 他就勉强啊 上表拥戴 然后呢 就被这个南明小朝廷 进封为宁南侯 侯爵了 但自始至终 洪光帝啊 马世英这些人 对这个左梁玉啊 一直怀有戒方之心 乱世众武将 但南明相比先前的南宋啊 真是远远不如 我们想一想 从前的宋高宗 赵构偏江南 杀一岳飞是一如反掌 洪光帝呢 坐拥南京巨镇 却呢 只能听任 他手下那些四镇的军阀 包括这个左梁玉部八户成雄 由此当时呢 就这样讲 灿主之于强藩 恰如慈母呢 之于骄子 洪光帝之后呢 日后南明那好几个皇帝 都是啊 被这个武将武夫啊 被他们所控制和掌握 因此呢 南明政权才日益衰弱 次帝啊 就败亡 以这个刘泽清为例子 这个人呢 原本还是书生义气的 年轻的时候 虽然说他性格 猜忍好斗 但是呢 他还是喜欢读书的 而正是因为呢 当时他品格不好 就被当地学政呢 禁止参加考试 无奈之余 他才呢 改为武科 由此 刘泽清这个人 从骨子里 就对这些读书人 有非常大的反感 因此 到了南京 他面见洪光帝 这个武臣呢 当着皇帝的面 竟敢说出如此的话 什么话呢 祖宗天下 为白面书生坏尽 此位亦素之高阁 待臣等杀贼后 再逐次则用 故请罢至客 也就是因为刘泽清 在先前 就是在从真朝末年呢 他就一直被东林党人排挤 所以呢 他就不遗余力 和马世英这些人 站在同一战线 然后进行啊 当时那种武将的交恨 你想他作为一个武将 竟敢想跟这个皇帝说 以后把那科举考试给取消掉了 因此当时的绝对的胆大妄为 有样学样和刘泽清一样 其余的三阵那些军头 他们都和这个刘泽清一起啊 在这个南明朝廷 党争最激烈的时候 就联合上书 指赤江约广 刘泽泽这些人 说他们什么呢 磨为社稷 我们想一想 这种武将竟敢弹劾文臣 这种的本末倒置 在以前的明朝政治当中啊 绝对是从没有出现过 就是因为呢 这些军阀拥兵自重 所以说他们干起事来啊 当时就肆无忌惮 四镇军阀 不仅他们自己骄横跋扈 而且他们之间 为了争夺地盘 矿冲自己的势力呢 相互之间也都有摩擦和冲突 几乎就酿成大乱 特别是黄德公和高杰 这两支部队火拼 差点就造成了 这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 这种大混战 在当时呢幸苦由石科法从中斡旋 所以说呢 这次这个窝里的死斗啊 才得以避免 但我们话要说回来 假如东林党和石科法 当时他们没有私心 依序依照伦理 福利洪光帝 当时是登上皇位 根本也不可能出现这种 四镇参与策利 而造成了这样的这种 拥工自专的这样的局面 所以说追根溯源 石科法呢 确实也难逃其责 南明朝廷建立之后呢 高杰呢 率领他手下人马 就是要驻阳州 黄德公呢 驻医征 本来呢 这就是石科法的一个 所谓的计策吧 他就想安排黄德公 牵制高杰 而当时呢 和黄德公同宗的 明朝登来总兵黄培 你看他不都姓黄吗 他当时想进入南京 觐见洪光帝 但黄培呢 又怕在路中 遇到什么高杰啊 刘良祖啊 这些人 他们布下人马的劫掠 于是呢 他就写信给黄德公 让他带人见一下自己 黄德公呢 当时就率自己手下三百 这个精兵就出营 到了这个寒冠五十里以外 那土桥的时候 黄德公呢 和他手下的一些精兵啊 就是休息 一边吃饭 一边呢 就是在西建当中 给那马喝水 水了墙 高杰啊 先前派出的大队人马 早已经埋伏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忽然杀出 当时诗诗如语 把那黄德公手下三百精兵啊 杀的一个都不剩 幸亏黄德公本人非常汉勇 知身逃免 高杰呢 他手下的部队啊 呈着胜锐之气 这个时候又得知黄德公呢 他自己离阵 他本身不在宜征 于是呢 就派出大兵 近袭宜征 其料想 黄德公呢 在半路他没有防备 但是他在他的本身的军阵遗争 早就有准备 结果呢 黄德公留守的部队 打的这个偷袭的高杰部队啊 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 歼灭了一千多人 得知大败消息之后呢 高杰手下人马呢 也是整军被马 又派出大部队 想和这个黄德公手下的部队呢 互相仇杀 得知消息之后呢 时刻法无奈 就亲自到宜征 对双方进行调停 苦苦劝说 而且他就对黄德公讲 天下人 现在都知道 吐敲之变呢 肯定是高杰的部队 不仅如此劝说 当时时刻法呢 还自己出阴两 补偿呢 黄德公所损失的 那个马匹的马架 看到使戈部 都亲自来向自己这个解圈 黄德公最受是勉强接受的 黄德公受圈 高杰呢 最终也没办法 一看毕竟时刻法当事人是格臣 于是呢 他就在这个时刻法的宣说之下吧 送了一千两银子 给这个黄德公的母亲当做受礼 由此呢 这两个人 他们个人之间的仇怨 才稍稍呢 得以开示 他们表面上和好了 但他们手下的兵将 这个时候绝对是势不两立 因为先前互相争斗 死了这么多人 所以说双方之间的仇怨之心 是越来越强 没办法 使刻法呢 只能把这个黄德公啊 他的那个部队啊 叫他们移住卢州 然后呢 又派高杰移镇徐州 等于就把这两支部队啊 调的这个距离啊 相距稍微远一些 明末在几镇军阀 各自拥兵自重 这些人呢 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但是他们的军想开支 却特别特别大 就使得南明政权捉襟见肘 入不敷出 羊毛你肯定处在羊山上啊 为此这个江南百姓 等于是顿入高火之中 备受压榨 你得从百姓那儿 炸出钱才来 养这些军队 清军方面呢 一直是马不停蹄 等于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 接连呢 攻下了山东和山西大部分地区 由于当时洪光朝廷 他的基本国策是什么 借鲁灭扣 因此呢 南明军队上下就醉生梦死 根本啊 就不想着往北方推进 任由山东河南 得逐渐的就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那么发生在公元1644年 阴历10月12日的淮庆战役呢 大顺军队取得大胜 攻克了沁阳 一下子把这个清军打得大败 由此呢 多尔滚惊绝了 马上下令把所有的重兵都调入闪地 然后让清朝的军队呢 合击李自成农民军的余部 这个时候 如果南明的洪光军臣 审时夺势 即使他们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 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 因为当时南明的军兵啊 我们想加起来一百多万 最差最差 也能把南明的防线呢 推到黄河岸边 在当时什么北直立啊 山东啊 河南东部等地啊 清军是兵单力虚 根本就没多少人 可笑又可叹的是 洪光军臣都是一直抱有小人心态 就是这个坐山观虎斗 就是幸灾乐祸 他就想农民军和清军互相打互相杀 自己想最后捡便宜 清军方面呢 这下就放心了 因此啊 他们就倾注全部的力量 全部的老本 就在陕西一带呢 追围大顺军那些渔布 跟他们进行决战 由此一来 丧中呢 不仅是为这个大顺军 李自成而鸣 实际上啊 也将啊 为这个南明洪光朝廷啊 而鸣响了 公元1645年3月间呢 先前被清军一直追着打的李自成 就统领大顺军的这个渔布啊 逃到襄阳 向汉川一带开进 李自成呢 打不过清军 结果是在清河口 大败左梁玉的部队 一场败战下来 左梁玉呢 他率领的人马 既不防贼 也不基鲁 反而呢 借所谓的北来太子案 他率领军马 乘船是必将而下 直杀南京而去 他干嘛呢 他号称要清军策 不久之后呢 李自成在湖北通山 就遇到袭击 就被杀了 李自成这个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呢 也宣告了大顺政权的这个落幕 从此之后 清廷的所有注意力 就全部指向了南京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先前这个大顺军 大败清军的淮庆战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自成那农民军啊 在1644年10月发动的淮庆战役 与其说是改变了清军的军事战略 还不是说呢 这场战役就促使清廷 从先前那种盲目乐观当中呢 忽然醒悟过来 认清了形势 就避免了清军当时的两线作战 又回到原先 他们制定的那种比较正确的战略方针上来 实际上啊 早在这个1644年这个清军入关前后啊 以清朝摄政王多尔滚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 他们对李自成的农民起军的战斗力啊 实际上是一直是高估的 由于多尔滚呢 在心理上一直高度重视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农民军 因此在他部署战斗过程当中啊 他一直警告清军的参战将士 此兵不可轻击 为了确保山海关之战万无一失 在当时多尔滚排兵布阵的时候呢 他甚至把八旗军最有能力的这个核心战力 就满洲八旗 布置在最前方 当时就想以最大程度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 山海关战斗之后呢 清军又在真定旺都啊 这个等等大战当中吧 连连击败李自成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清军对这个农民军 对李自成的军队节节取胜啊 由此就更加坚定了 多尔滚呢 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这样一个方针策略 但清军入关之后 我们想一想 他在关内辽阔的腹地上 你想西面有李自成军 东南有洪光镇权 他和两个对手作战 他当时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 于是呢 在顺治元年六月 多尔滚呢 就听取了当时这个监察御史柳燕东的建议 制定什么政策呢 就制定了先集中力量消灭农民军 而后呢 再消灭洪光政权 这样的战略 当时这样的作战部署呢 肯定还是把农民军当作主要的攻击目标 同时呢 又有着一箭双雕的这样的军事目的 第一清朝当时入关呢 是以为明朝报仇 这样的旗号入关的 因此呢 清军当时大力打击农民军 等于呢 呃就有口实 你看 我们得天下 就得于刘贼 而不是得罪于明朝 其次呢 在多尔滚眼里看来呢 以李自成为首的军事集团 当时要比洪光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 因此当时清军啊 就是集中阻力 就是攻破李自成 当时呢 他的参与部队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说呢 在具体执行战略的过程当中 清军啊 是暂时不考虑 位于东南的洪光政权的 在经北方的问题上呢 就分为山西山东两方面来进行 山西方面呢 是以九为主 大逼压境 就坚决持续不断的 赠兵来打击李自成 顺治元年六月 多尔滚呢 又派遣这个顾山俄人叶臣 率领军马的平定山西 七月初呢 多尔滚又下令平定山东的 那顾山俄真 这个觉罗巴哈纳 包括那个石厅柱等人 然后和这个叶臣部啊 这个会师 我们看清朝历史当中啊 有好多这个顾山俄真 啊 这样一个词 顾山俄真呢 实际上是满语 就是其主的意思 而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顾山俄真 叶臣也不是什么姓叶的汉人 叶臣呢 就是他女真名 9月13号这一天呢 多尔滚又再派出前锋统领 西特库率领这个八旗兵啊 助攻 所以说当时对这个农民军啊 绝对是步步紧逼 9月20号这一天呢 清军又攻克了泽州 陆州 10月初三这一天 太原府又被清军攻占了 由此可见呢 在当时清军和大顺政权方面 他们从7月一直打到9月 最终呢 是以李自成的顽败而告终 而这个时候呢 李自成他的大顺军队 完全被压制在山西西南 啊 这样一个角落 在山东方面呢 清军的策略又不一样 他是以招府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 是这样的手段 所以呢 清军在山东啊 他的军事行动啊 进行的非常的顺利 7月初 什么济南啊 东昌啊 清州 林青那些州郡 陆续呢 都已经被清军占领了 所以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山西山东 基本上就纳入了清廷的版图了 也就是在这样连连取胜的情况下 这个北京的清廷之内 那些大臣呢 一片欢呼雀跃 等于 当时清朝就在中央地区 已经站稳脚跟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盛局势面前 多尔滚呢 就飘了 结果他这一飘 就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如果我们看明朝历史 似乎呢 最大的特点 就是盛世还挺多的 比如说明朝开国时期 就有什么洪武之治 后来又有永乐盛世 仁宣之治 洪治中兴 一直就到所谓的万历盛世 这个指万历前期啊 所有这些盛世 什么什么之治 这些词语呢 就让我们读史的人印象深刻 但如果仔细读明朝历史 那些底层的大明百姓 肯定感觉不到啊 这个大明帝国有这么多盛世 由于连年的资源灾害 啊 这个内忧外患 包括明朝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吧 从明朝初期开始 这个各地的起义啊 一直就风起云涌 接连不断 根据中国断代史这本书 记载 在明初的六七十年间 大明王朝的农民起义 也就遍及十几个省份 规模最大的 有几十万人之多 那么根据目前 最为全面的 还一篇研究 古代这个吃人事件的研究性论文 这篇论文叫 明清时期 灾荒食人现象研究 从这篇文章呢 就可以发现 大明这一朝 发生这个吃人事件 高达一千三百多次 相比后来的满清 都多了两到三倍 当时的大明帝国 但凡遇到天灾人祸 但凡遇到冰灾 很多地方就变成恐怖的吃人乐园了 有一些省份 甚至出现了公开的人肉市场 在这些市场上呢 人肉就被明码标价 在那些饥荒地区呢 有一些人刚一倒地 就被周围饥饿的人 马上肢解殆尽 马上都吃得干干净净 而那些屠户呢 也是若无其事的 从死者身上刮肉 就跟屠宰身后差不多 多尔滚 他作为清朝的 这么一名统帅吧 实际上呢 他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先前多尔滚呢 就特别高看农民军的战斗力 但凡和农民军战斗 他都使出最精锐的部队 打了一些胜仗之后呢 他忽然又觉得农民军啊 根本就不堪一击 为了加速当时 一统天下这个速度啊 他在打李自成的同时 又分兵去江南 打这洪光政权 人一膨胀 就会犯错 李自成呢 当时一看多尔滚 跟自己单手打架 立马就在怀庆 给他来个过肩衰 当时就把清军大明背过来 多尔滚一醒悟过来 也就不管啊 一直在旁边客瓜子 看热闹 这洪光朝顶 非要把李自成先弄死不可 果不其然 李自成很快就被打死 洪光帝呢 和他的南明朝廷 还刻着瓜子一旁撒娇 瓜子皮粘在嘴边 还跟人指指点点 说这多尔滚 你看还挺能打 结果人家多尔滚 捏着拳头 他就向洪光帝走过去 而洪光帝手下的许定国呢 更好 直接就给这个高杰 来个透心凉 当时的洪光政权 如果趁着多尔滚 手下的清军 打败仗的时候 向北方行进 最终都不会啊 落到那样子 凄惨的境地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这个吃瓜 后果很严重 我们上一集呢就说到 清军对李自成的农民军啊 这个打击过程中啊 是取得了不少胜利 多尔滚呢 就开始膨胀 飘了 眼见军事这个行动 这么的顺利 多尔滚当时的最大的心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小皇帝顺治帝呢 接到北京 而且呢 要在10月1号这一天呢 啊 进行这个登基大典 这个时候呢 以多尔滚为首的 这个清朝的这些权贵吧 包括那些王爷 那些高层 应该已经滋生出啊 这个天下一定的这样的情绪 既然洪光政权 软弱无能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呢 又在清军的重击之下一败再败 于是 多尔滚呢 就决定指挥八旗军啊 就想一鼓作气 加快天下统一的进度 由此呢 就把当初先平灭这个农民军 再定东南 再消灭南明的这样的战略规划呢 抛在脑后了 当时多尔滚就决定 把这个八旗军呢 一分为二 双全出击 一口气呢 就把洪光政权和农民军 全部都平灭掉 让多尔滚没想到的 就是不甘心失败 李自成啊 他为了改变当时这种不利的环境 就利用清军主力 还在山西这样的机会 忽然呢 就向清军兵力空虚的 这个河南淮庆府 发动了攻击 淮庆之战呢 发生在公元1644年10月 当时大顺军就派出两万精兵 东渡黄河 一下子呢 就朝着这个 当时清军控制的河南淮庆府 开始突袭 眼见农民军军道 清朝当时在淮庆的这个总兵金玉和呢 领兵出战 在薄乡镇正好遇到进攻的大顺军 双方激战 谁料想 一战打下来 清朝这个总兵 包括他的副将长鼎 参将陈国才 这几个人 都在战斗当中被大顺军给打死了 随后呢 大顺兵马就趁着这个盛事 开始围攻淮庆府的这个府城沁阳 淮庆之战最大的意义呢 就是农民军啊 击毙了清朝的大将金玉和 金玉和当时的职务啊 是梅乐娥真 也就是副都统啊 他当时呢 又是这个淮庆府的总兵 是清朝的郑二贫武官 而淮庆府这个战役的结果 却远远超出了一场战役本身 金玉和我们想啊 他是这个清军入关以来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那么在心理上呢 对多尔滚打击也是非常大的 就让他意识到 原来大顺军啊 还确实有战斗力的 于是呢 多尔滚就马上调整战略 将原本带兵南下的那多多 调回到河南来援救淮庆 多尔滚这一招呢 实际上就改变了当时天下的走势 我们想一想 当时就除了淮庆地区以外 这个农民军呢 还能东出同关 向黄河南岸的地区发展 这个时候的清廷就感受到 李自成啊 他还是实力尚存的 所以就马上啊 重新部署啊 他们的战略进攻态势 多尔滚呢 就像本来打算这个南征的多多 率领人马 即刻向同关进军 又和阿纪俄的部队呢 分别从关中北部和南部呢 夹击歼灭李自成的部队 显而一见 怀庆之战就使得李自成农民军 把清军的火力和注意力呢 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了 多尔滚这一改变部署 大顺军马所面临的形势 就即刻严峻起来 李自成呢 原来他只考虑到这个阿纪格呢 会从关中北部呢 发动进攻 所以当时他就把主要的力量 都调往陕北一带来布防 这样呢 就导致关中就没人防守 顺治元年12月 李自成呢 忽然听说多多 率领清军已经到了通关了 匆忙之间 他只得率领这个马部的兵马 亲自前来援助 大老远的赶过来 疲于奔命之下呢 李自成和清军 在29号这天啊 双方接战 打了半个月之久 清军最终是攻占通关 由此呢 李自成固守西安的计划 就瓦解了 没办法 只得率领手下军马 撤出西安 向湖管方向转移 同关会战之后 李自成集团的大顺军 再也无力和清军 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了 由此以来 就是一路溃退 一直到九宫山 他被当地农民一锄头给打死 也就是因为清军当时呢 把进攻江南的大军 又都调走了 去夹击李自成了 这样以来就使得 本来就麻痹大意的洪光朝廷呢 更丧失了警惕性 南明那些大臣们呢 都自以为得计 庆幸呢 先前这个戒鲁平扣 这政策呢 就得以实施了 日后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那些刘贼全部平定 恢复大明的统治 通过上面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出 李自成他大顺农民军呢 和清军之间杀红颜的 那怀庆战役 就在当时不仅改变了清军的军事战略 甚至可以这样说 怀庆之战 对于当时一直没有参战的南明洪光政权呢 也是他们最好的改命机会 结果不仅没有使洪光政权这个寿命改命 仅仅使洪光政权的寿命 延长了才三个多月而已 历史呢 充满了出其不意 如果当初李自成大顺军 对怀庆的这个反攻 能晚半个月 日后的整个的中国形势就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清军主力啊 非常能战那个阿继格 吴三桂等等人马 还远在塞北呢 多多大军呢 已经到了苏北和南明军呢 展开交战了 从河南到京畿一带 清军的兵力非常空虚 当时十万大顺军马 如果拿下怀庆和卫回之后呢 完全就可以由张德北上指导京师 这个事情如果真能发生 那么当时乌兵可调的 这个多尔滚 基尔哈朗这些人 就只能带着小皇帝 马上再往外逃 就逃回到关外了 大顺军和清军之间 这个怀庆战役 在历史上呢 好像并不起眼 我们现在说起来 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毕竟呢 前面有山海关大战 后面呢 有铜关之战 这两次大会战 都被称为是大顺和大清的 他们的国运之战 所以呢 怀庆之战就被忽略了 而恰恰是这小小的怀庆之战 虽然是规模非常小 但实际上啊 这场战役就决定了 当时天下的走势 不久之后 南明方面呢 又发生了许定国 杀高捷的 这个衰州之变 许定国在衰州 又杀高捷 这个事件呢 又是南明政权呢 一个事关全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件 高捷这个人呢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他 那许定国 这人又是谁呢 许定国自服工 他是河南太康人 这个人呢 从小出身贫寒 因此是年轻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军队 履历过人 非常能打仗 据说许定国年轻的时候呢 能双手举起千金大钟 因此呢 当时他的外号就叫许千金 许定国年轻的时候呢 一直在明朝辽东部队当中当兵 当将领 后来呢 他在山东 因为他平灭白连教友功 就被明朝提升为副总兵 大概从从真六年 一直到从真十二年 许定国呢 率领手下人马 一直和这个农民军作战 总体来讲 他作为一个明朝的战将吧 他的战绩啊 也是平平 并没有取得过 特别大的一种攻击 在这么多年之内 他和他手下那些部队 从而是和农民军啊 周旋 并没有真正的血战 但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个人的这个兵力和势力 越来越大 从真十四年 就公元一六四一年 许定国呢 就被实售为山西总兵 这个时候 他已经将近七十岁了 不久之后 李自成呢 当时在河南展开猛攻 就开始围困开封 这个时候 从真帝呢 就命令洗定国 率领他手下五千精兵 从山西改往河南 去进行援助 得知明朝将亡 洗定国啊 这个时候也是心怀解慢 他就给从真帝上书 要求朝廷呢 先发给自己赏银 赏断和银牌 你这赏 我的手下我才能出兵 明朝的兵部没办法啊 即刻满足了许定国的要求 凑银凑物 运到山西 就求这个许定国出兵 许定国呢 得银得物 他根本就不使劲 他率领手下人马 走到山西沁水的时候呢 就开始磨蹭 开始拖延 暗中呢 又缩使部下 让那个士兵花便 而后 他本人呢 就以安抚士兵为名 长时间就在沁水一带 就一直逗留官便 他害怕什么呢 他就害怕 到了河南之后呢 会被农民军给打死 明朝的兵科几世中 不久就上书 弹劾许定国 说他什么呢 携非分之赏 率元辩之师 因纵士族而归 借口招安 逍遥和尚 书奏一上 事实非常清楚啊 许定国当时就被银庭 派了锦衣卫 抓入到北京 然后下狱论死 如果是在丛贞帝啊 他当皇帝的 这个前期或者中期吧 许定国的老匹夫 肯定啊 就会就很快 就会被推到闹市当中啊 把他给斩首了 但到了丛贞十六年 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 又把明军打得大半 然后直扑陕西 又把这个明朝的 大帅孙传廷给打死了 进军延安榆林之后呢 农民军呢 又向山西进发 病急乱投医 市急瞎走人 想来想去 许定国呢 毕竟是个 具有作战经案的这样的一个老将 当时那兵部上书 张浸艳就薄局他 就说许定国啊 这个人还是能干事的 于是呢 明朝朝廷就把许定国从狱中放出来了 又授给他官职 什么官职呢 河南远角总兵 让他跟随当时的兵部右侍郎余恩贵啊 收拾这个孙传廷死后啊 留下那个残兵 余恩贵呢 这个人是个文臣 又无胆略 没到山西啊 他就不走了 很快他就被猜忌多疑的从真帝啊 削直得问 这样一来呢 许定国上面呢 就没有了这个文臣的都师 就没上级了 他就得以重新回到他的老根据地河南 先前毕竟这个许定国啊 在河南待了六年多 培植了不少他自己这种私人的军事势力 到了河南之后呢 他就如鱼得水 先前那些旧部啊 愤愤的前来投靠他 经过北京的牢狱生涯 许定国对明朝啊 这个时候也就是心怀怨恨 到了河南之后 他就专心经营他自己的军事势力啊 想这个乱世自保 于是呢 许定国就以衰州啊 为自己的根据地 衰州就今天河南衰县 然后散尽家财 购买大量的军械 召集军事 专心专义 拥兵自顾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 他就聚集了一万多能战之士 军队的手下人马确实也不少 从真17年3月就公元1644年 北京当时就面临农民军这种 濒临城下的这样的窘迫的态势 从真帝四处下诏 让各地的将领啊 来北京秦王 当时呢 还给许定国升官 让他前来 但许定国呢 丝毫不为所动 根本就没有任何报国中军之心 相反 他就率领手下的军将 趁着这当时天下大乱之际 对商丘凝陵一带大肆抢劫 不仅四处抢劫老百姓 他还是率领手下军马 还和当地驻守的明军呢 互相展开野战 杀人迎野 游吟地方 从真帝自杀之后呢 清军入聚北京 洪光帝呢 在南京继位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 河南一带就变成了三部管地带 各方的势力啊 盘根错节 这些各地的军阀啊 包括什么官军也好啊 什么农民军也好啊 什么清军也好 都各自盘踞 河南南部东部呢 以这个当时的残名将领居多 好多人就在这些地方呆着 河南西部的洛阳啊 陕州啊 领保一带 有不少呢 李自称农民军的军队 清军呢 在当时主要集中在这个 玉北的卫辉和怀庆 这两个府军 思前想后 在当时这个局势 完全没有明了的情况下呢 许定国自然和南明的洪光政权 搭上线 洪光帝呢 当时就受他镇北将军一职 让他这个率兵啊 北进开封 许定国接召之后呢 他肯定不可能离开他的老儿 隋州 就借机拖延 同时呢 为了给他自己上了一个双保险 他暗中又和清朝在卫会的 河南巡抚 叫罗秀锦呢 暗中通气 表示说呢 自己愿意率领手下人马归顺清廷 即便如此 许定国当时只是口头表示 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 根本就没有多少兵马 罗秀锦呢 他也不傻 他就向那个清廷啊 向北京打报告 指出许定国这个人是心怀剖策 完全有可能趁着清军南下 或者再往西进的时候呢 他就在当地有所动作 对这个人呢 不得不防 许定国当时在河南的势力 确实挺大 但他在名义上啊 他是属于南明四镇当中势力最强的 属于高杰 属于他手下的部署 因为当时高杰呢 有经理河北河南等地的这样的权力 我们翻看许多历史书 都说这个高杰和许定国有私仇 特别是那个史学大家谈谦 他那么写那个历史名书的国阙嘛 他在国阙这书中就讲 高杰当农民军这个逃领的时候啊 就曾经把许定国一家全部都杀了 谈谦这种说法呢 日后的好多证实都采纳了 以此呢 就来作为许定国诱杀高杰的这个最根本原因 梅老师我呢 也是仔细研究了明末清初的各种史料 我就发现 谈谦的这种说法呢 似乎是站不住球的 公元1645年 就顺治二年年初 许定国呢 就派他两个儿子 许尔安 许尔杰这两个人渡过黄河 赶到这个清朝王爷 豪格他的军营去投降 许定国这两个儿子呢 当时都是成年人了 是明朝的参将 那么七月间 归乡清朝的许定国也随清军南下 他的妻子行事年老多病 于是呢 就上书这个清廷 祈求清廷呢 放自己回老家 从这两条史料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许定国呢 你看他的老妻 壮子 都活得好好的 全食全饮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 先前全家被杀的 这样的影子 此外呢 许定国杀了高杰之后 他还给清廷上接铁 也只讲高杰啊 就误称他 结交清朝 也没有讲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 有杀家毁宗 这样的私仇 如果许定国和高杰 有这种仇恨 在价值观首推 孝道忠义 包括当时 特别看中什么 家族血脉的 那种明末清除之际 许定国肯定会把家仇 拿出来说事 因为有这种家仇呢 就更可以凸显他 投校清朝的 这种无辜 和这种效勇 因此呢 在史学界流行的 有关这个许定国杀高杰 是因为从前高杰杀过的宣家 他是为了报仇 这种说法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可信可靠的这种 史学依据 探究事实 许定国诱杀高杰 更多呢 是出自他的个人利益 私院绝对不是导火索 公元1644年秋天 这个清军呢 在淮庆 被李四成农民军打得大败 等于就牵制了清军主力 这种进攻方向 当时呢 多尔滚开始 调集清军的各路人马 而率领大军 正准备大战江南的多多呢 也调转逃来 在年底 抵达到河南卫会的孟静一带 也就是说呢 在当时的清军主力 都后撤到黄河一线 先前清军的战线 拉得太长了 因此当时清军 首尾不能相顾 非常狼狈 而当时许定国所在的 衰州 绝对是个军事重镇 只要能守住这个地方 南明的两淮和长江下游地区 绝对可以安全无恙 许定国得知当时的 所有的这个军事战报之后 他根本没有任何考虑 还要为这个明朝来守城 当时呢 他就像一条精血之狗一样 马上派人到清朝的王爷多多处 他就请求投降 不久之后呢 多多率领军队就开始就开拔了 许顿格呢 要暗中派人 还携带这个降书呢 到山东 向清朝的肃秦王豪格 祈求投降 为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还在转年年初 派他两个儿子渡过黄河 到达清营 多多方面呢 对当时的情势呢 拿捏不准 他又没有这个多尔滚的命令 所以说他就没有即刻渡河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许定国会怎么办呢 他是怎么杀的高洁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凡是我们到过上海的人 肯定知道上海有个徐家会 这个地方呢 是和南京路啊 淮海路啊 静安寺啊 等等的一些商业中心啊 齐名的啊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好多人可能不知道 徐家会这个名称的由来呢 却是来自我国明朝的 这一代名臣 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呢 他是出生在公元1562年 就是明世宗家境41年 当时他的出生地 就是上海的老城乡 徐光启是万历尽士 他做官呢 最高做到从真朝的礼部上述 兼文元葛大学士 是内阁赐福 徐光启本人的仕途啊 并不是十分顺利 他年轻当官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这个 大宦官魏忠贤当政那个时期 而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呢 徐光启也是受到迫害 虽然他年轻的时候经历坎坷 但徐光启呢 一直没有放弃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后来呢 徐光启作为礼部上述 就对明朝的立法呢 进行了编证和改进 他编著的从真立书 为明朝立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同时呢 徐光启还翻译出数学界的这个巨著几何原本 在农学方面呢 他还编撰有农政全书 除此以外 徐光启这个人是个通才 什么天文水利音乐兵法军事工程会计 包括建筑测量等等方面啊 他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徐光启病死之后呢 他的子孙后代就陆续搬到现在的徐家会居住 因此这个地方在当时被称为徐家社 后来改成为徐家会 徐家会呢 也是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徐光启故居呢 在现在的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49号 这个地方啊 现在已经是上海的一大景点 一直都爱开放 如果我们想了解 明朝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 就一定要去他的故居去看一下 明朝这个大将许带 当时他的表现完全就像一个猪肉贩 两条大腿颠来颠去 最终呢 还发现这个清朝的大腿比较粗 于是呢 就全心全意 想向清朝归降 事先呢 还把他自己家属都送到清军营中 主动去当人质 这个时候呢 南明四镇之一的那个统领 高杰 偏要北征 还要拉许定国入伙 为了向清军献逃命状 许定国呢 就想把高杰杀了 给新祖子住住姓 高杰这个人当时也确实不信邪 他出发之前身边出现了好多种凶症 最终 他还是决定前往这个衰州啊 去这个赶这个封门宴 结果本人是有去无回 为什么高杰死后 红光政权就更加大乱了呢 因为当时南明四镇啊 这四个军头本来就不合 如今呢 高杰死了 其他那三个人就要分他家产 高杰手下部众呢 也是群龙无首 完全丧失的奋斗目标了 虽然石刻法 从中斡旋 最终呢 也是吃力不讨好 高杰那些部将 最后得都投降清城 成为满清的先锋队 同时呢 一些冒牌 皇室中心这些骗子 也粉末登场啊 群发单发 诈骗短信 在历史上呢 平添了许多笑料 我们上一集说到 还为了自身的利益吧 许定国这个老贼啊 暗中就向清朝表示投降 当时清军的统帅啊 多多还真不着急 许定国他自己着急 血信哀求啊 当时这个清朝河南巡抚 罗秀锦 就让他允许自己的家属 先过河进入清营 主动把他俩儿子 送到清营当成人质 由此可见呢 许定国啊 确实是真真心心 要归乡清廷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呢 一直想北进屠赴中原的高杰 就来到了归德 高杰啊 这个军将虽然说非常跋扈 但是呢 先前经过这个石刻法一阵鸡劝 他就是赶奋私禁 在公元1644年 阴历10月14号 这个八营北征 当他在营中祭旗的时候 忽然一阵大风 就把营中大盗 就他那帅旗给吹倒了 吹蛇了 同时呢 军中那红衣大炮 还无故的 忽然自己就爆裂了 我们要知道 古代中国人非常迷信的 都认为出兵不及 就劝他 咱们还是暂缓出兵 高杰不听 毅然登州 到了11月13号这一天呢 高杰率领大军 已经到了徐州了 到徐州之后 先前已经投降清朝的明朝副将 唐启龙他的父亲 唐于石 这个人呢 和高杰是老朋友 这个时候就写信啊 招诱他 表示说 只要高杰投降清朝 一定对他是大者封王 小者封侯 高杰接到书信之后呢 完全不为所动 反而是身先士卒 沿河筑墙 专心专利 抵御清军的即将发动的进攻 同时呢 他还写信给清朝的宿亲王豪格 信中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逆闯犯阙 危急君父 痛愤于心 山川俱为羞涩 企图臣子亦不共添 关东大兵 能赴我深舟 葬我先帝 学我深愿 救我黎民 本朝劣胜相承 缘无失德 正所成统 天意有在 三百年豢养世民 轮机加岁 忠君报国 未尽民命 等等等等吧 信中大义 肯定是高杰手下的文士 按照他的意思所写的 这个大概旗的意思 和那个石河法 给那个多尔滚写的书信的意思 差不多的 就在这感谢清朝 为这个我们大明报仇 又把我们大明的 从真皇帝给礼葬了 然后又替我们打这个 农民军 打立自成 等等等等吧 天灾人祸呢 有的时候还真有征兆 当时人在徐州的高杰 心中日夜不宁 他这个住的府门之内呢 大白天的 无故起火了 烧得他是须眉几近 就把他脸都给撩了 焦躁之余 高杰就更加决意 加速北征 到了归德之后呢 高杰就写信给许定国 顺便呢 还送给对方大量的金银财宝 就要许定国啊 和自己 努力同心 共赴中原 而对于许定国 派他两个儿子 过河向清朝投降这些事 高杰当时完全蒙在鼓里 一盯点都不知道 许定国方面呢 你想他自己的家属 都已经送入到清朝当人质了 他对高杰 对他的命令就百般拖延 最终呢 高杰也怒了 他自统十三营人 就大概一万人的精兵吧 就在这个距离 衰州二十里以外 就扎下营盘了 事已至此 高杰本人已经近在咫尺了 许定国呢 无路可退 只得有一个出路 就是诱杀高杰 以此来自保 许定国当时为了麻痹高杰 他就即刻出营 对高杰表示说 我马上就和您一道 咱们一起北征 高杰就轻信了许定国了 派遣他的手下就先扒营 往开封方向挺进 他身边呢 只留下数百名清兵 然后清济进入衰州城内 由此就落入许定国的圈套 到这个时候呢 高杰已经隐隐约约 就听有人说 许定国已经派遣的儿子 在渡过河 向这个清朝投降了 但他心中呢 却不信 如果高杰当时有智谋 他就应该趁许定国出营的时候 你先下手为强 把这老东西先抓起来 再说 再审 而陪同高杰入衰州的 当时的南民河南巡抚 岳其杰就感觉不对劲 暗中劝说高杰 你要警惕 高杰就不以为意 他就根本没拿许定国 这个人放在眼中 就没拿他当盘菜 同时呢 他又被这老家伙 对他的这种谦功 这种悲顺所迷惑 因此就自动进入衰州城内 这个等于是自己 自落网络了 临入城的时候呢 衰州城欢迎人群当中 忽然又闪现出一位谦户 当众指称许定国要谋害高杰 言语一出 徐老贼当时吓得差点拉裤子 高杰呢 一瞪眼 怒斥这位谦户 说他挑不离箭 而且当众的派手下的亲兵 把这个谦户打了六十军棍 这还不说 又把这个谦户呢 送交许定国处理 许定国不敢怠慢啊 马上抽刀 当时就把那千户杀在当地 然后又极力表示说 自己绝对是没有二心啊 对朝廷 对高将军您啊 我觉得是忠心不二 高杰当时此举呢 也是收买许定国的人心 但是他决决实实也是自己早死 许定国在衰州城内 马上是安排宴席 然后呢 找出好多当地的美女来陪酒 不少历史记载呢 都讲高杰呢 在当地沉民酒色 然后与他手下那些清兵啊 大喝大言 搂着美女在这欢乐 实际上呢 根据当时的文人 并停急 这个人他写过一本笔记 在他这个书中记载呢 高杰当时啊 还这个对许定国挺不高兴的 就严斥他 严则他 而且还正色说 行军出兵 不应贪色 择撤完了许定国之后呢 又怕这个老混蛋不安心 高杰呢 又有安慰他 许宫您 先替我 把这些美女养在您的府中 等我日后呢 扫清中原 再拥这些美人 御劳温欢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高杰呢 忽然变脸 责问许定国 你是不是派你儿子过河 向清朝投降了 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许定国呢 肯定派着胸脯说 绝无此事 而后高杰 又严宪许定国 这个进兵北征的日期 说这个日子定了 你绝对不能再拖延了 所有这一切啊 对于高杰来讲 那都是死摧 许定国这个老贼呢 他再怯懦 再犹疑 这个时候也不得不连夜动手了 九夕宫间 高杰有个部将 就发觉许定国的亲弟弟许四 举动失常 面色非常惊慌 因此就暗劝高杰小心 高杰当时鄙夷一笑 这思何敢谋我 借他一个胆他也不敢 不久之后呢 又有许定国身边的侍女 暗中呢 告诉这个高杰的这个侍女说 今晚许将军要害大将军 此时的高杰呢 喝酒已经喝到这个酒憨了 就是已经半醉了 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竟然当面指着许定国就问 你敢害我吗 许定国一听啊 连忙跪下回禀 卑职不敢 高杰当时啊 是屡须大笑 我就知道你不敢 至于高杰在夜间 他被杀的那情状呢 名史啊 随寇济略 平寇志 北遥路等等吧 这些史书呢 记载不一 其中呢 唯独有个李清的 写三元笔记 记载的最为香艳 多为后来这种 好事着色引用 他怎么写呢 许定国多选筑记 以二级迷高杰一兵 又选四艳记 试高杰 及中叶伏兵发 一兵已为二级所撤 故拜 这种记载呢 但凡我们有点脑子 仔细想一想 当时高杰亲兵数百人 如果选两个歌纪 陪他的一个亲兵 岁州城内呢 似乎根本就找不出这么多的美貌三配女郎来 来陪这些兵马 总而言之 就在当夜 等于是半夜 趁着这个高杰和他手下亲兵睡熟之际吧 许定国率领手下人马那些伏兵就开始冲杀 当时就把高杰手下那数百名亲兵击杀殆尽 最终有命跑出的也就两三个人 高杰本人还不是一般的战将 非常能打仗 平时呢他手持一根铁棍 绝对是力敌百人 但士气仓促大半夜的 他铁棍已经找不着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是不战打蛋 武汉过程中还连杀数十人 最终呢 你想许定国手下人太多了 就被许定国这些兵马给杀死了 破坛开渡 死状非常非常惨 许定国把高杰杀了之后 也知道他手下的部队肯定前来报复 连夜他就逃跑了 率领他手下的兵马向黄河方向窜逃 开封归德 那些地方的高杰部下那些兵马 听说主帅被杀了 卑不自胜 四面蜂拥而来 当时呢 就以高杰的外甥李本申和他部将高晋库 这两个人为首 这些军将恨吉啊 他们就把衰州城外 以及附近二百里内老百姓 全部屠杀殆尽 我们想当地的百姓是非常无辜的 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这个许定国 这个老贼他引致的 因此呢 不幸之余遭此荼毒 许定国率领手下兵马 一直跑到黄河南岸 这才敢喘口气 就不断派人催促清军 赶紧渡河接应自己 多尔滚得知消息之后呢 非常高兴 就让许定国啊 在南岸等候多夺大军的到晚 许定国呢 越想越怕 他就不敢在南岸多待 很快就越过黄河 先向清朝的这个河南巡抚啊 罗秀军投降 避难 而后许定国这条老狗 就一路上给清军充当向导 就为清军带路 从归得一路到南京 最终直到这个 把这个铜光政权给灭亡掉 许定国出力不少 后来呢 许定国还到北京 受到多尔滚的亲切接见 而且呢 还把许定国归到汉军的香白旗 不过呢 这老坏蛋也没活多久 转年三月份 许定国呢 就在江阴被当地的义军所杀 死的时候71岁 顺治五年 清朝的统治已经比较稳固了 清廷呢 就追授许定国为一等子爵 由他的长子徐尔安席爵 多尔滚死之后呢 他的政敌清算这位先前的摄政王 徐尔安 这个人当时还不识实误 就上书奏 要求为多尔滚啊 打修坟墓 而且还把多尔滚呢 比为周公 徐尔安这次的马屁没排队 他就被多尔滚的政敌呢 郑亲王基尔哈朗盯上了 然后派人参和他 结党祸众 当时论刑的应该处死 最后呢 清廷对这个徐尔安啊 还算是从宽处理吧 因此他的一家子就被流放到宁古塔 与当地的披甲人为奴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清朝二百多年老匹夫许定国的后代呢 代代在那个苦寒之地还做这个奴仆 绝对是天道好还 高杰被杀之后啊 当时作为统帅的石科法啊 这个时候顿足流泪 就哀叹说 中原不可负义 高杰死了 这个善后知识人得处理啊 而南明黄德公那些人思念起旧恨 就乘机派兵 想这个把高杰那些部众和地盘都给翻了 于是呢 当时那刘良左 刘泽青和黄德公 这三个人就一起上奏 说什么呢 高杰无寸功 骄横淫沙 石科法乃欲其子成袭 外甥李本身为替督 适和费长 请分其众 将之 由此可见 南明当时这些镇将 他们那种骄横 绝对是不可一世 接到这封书奏呢 朝宗主政的马世英呢 倒还算有一定的主见 就表示说 高杰属下呢 将士众多 他们怎么肯 轻易的归别人统侠呢 哎不行 这事不能这样干 为了稳定军心 石科法也没办法 就指的再次进入高杰的军中 立高杰的儿子高兴平为世子 然后呢 又委任高杰的外甥 李本身为提督 同时呢 委派高杰的部将李成栋 为徐州总兵 高杰的老婆行事啊 这个妇人还挺有打略的 深知自己的儿子 当时年幼 不能服众 就想让自己的儿子呢 拜石科法的义父 石科法呢 出于宫中之心 对这个提议就没答应 但是又不好太推辞 他就让这个高兴平 这个小孩呢 拜这个太监 高杰谦为义父 由此一来 高杰那些部将 都非常寒心 他们就心知 在史阁部 看不起他们这些群道出身的这样的部队 你想连这个高将军 他的儿子 拜你为义父 你都不干 那肯定看不起我们 这个时候呢 石科法如果有剑律 有大律 他完全应该指挥高杰的部队 继续北进 可以在山东河南 就展开军事行动 再不济 也要在这个徐州啊 打陈兵马 抵御啊 即将到来的清军 但是灰心丧气 又不懂得兵略了石科法呢 这个时候就只求 这个保全江南之地 他就率领兵马呢 退往扬州了 由此一来 南明在河北 广大的一个土地上 等于就没有一兵一卒了 南京方面的马世英 得知高杰被杀消息之后呢 立刻派遣他的心腹 叫魏雁文的 前往高杰军中 把这个高杰外上 李本身的 这个军中的这个军权 就给夺取了 得知这个消息呢 高杰那手下军将都不服 刘良左这个时候呢 趁着乱 他也添乱 他就上书 说高杰溃兵作乱 接着他和黄德公 刘泽青 这两个人 一起又上书奏 要求朝廷 把李本身的提督一职啊 给解除掉 同时呢 黄德公率领本部军马 直驱扬州 而高杰部将当中 好多人的家眷都在扬州 听到这个消息 也惊慌不已 愤愤上马持兵 准备前往和这个 黄德公首部士兵啊 进行血拼 最后呢 还是施科法 亲自出面 对双方的这个兵将加以劝愈 又避免了 再一次的这种大规模内斗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高杰的原先统帅的军队当中这些军将啊 军心开始解体了 日后呢 这李本身 李承栋 这些高杰的这个原有的部将吧 十段人马一起向清朝投降 投降之后呢 他们还成为清军扫兵江南和梁广一带的主力军 黄德公这个人呢 虽然一直是南明的忠臣良将 但他当时提兵直驱扬州这样的举动 使得高杰原来的部署啊 军心大乱 愤愤弃地难归 从这点看呢 这个黄德公确实有误国之罪 我们讲完了高杰之死 下面呢 我们就要讲一讲洪光朝廷的南渡三案 洪光朝所谓的南渡三案呢 也就是大悲和尚案 同飞案 北来太子案 三案中的人物呢 大悲案就是和尚假冒明朝的亲王 同飞和太子案呢 当时和后来也已经证实百分之百都是假冒的 也有不少人深信不疑 认为那同飞和太子呢 两个人都是真身 而最近一些年 有些什么文学作品啊 包括什么网络剧啊 都这个渲染那个同飞的可怜 和那个太子的无辜 以此呢 来痛斥洪光帝和马世英这些人 他们的无耻 就史论史 三案的主角 确确实实那三个人全都是冒牌货 可巧的是 这三案这三个人 他都又出现在这个寿命仅仅一年 这个洪光一朝 绝对是乱世多怪 我们先说大悲和尚案 洪光帝继位的那年底呢 有一名光头大和尚 半夜就出现在南京 忽然呢 他就在洪武门大叩门环 大叫大喊 自称是大明亲王 往下就惊动了不少人 守门的军兵不敢怠慢 马上就把这大和尚抓起来 得是把他先关起来再说 洪光帝接报之后呢 也很吃惊 立刻派人严加审问 大和尚一经提堂 语无伦次 忽然他当众自称啊 他本人就是从真帝 话音刚落地 马上他就挨了一顿大板子 因为从真帝已经是龙玉冰天了 天下人都知道这个真情 哪里有可能再冒出一个从真帝呢 这大和尚捂着被打烂的屁股 哀嚎一阵之后呢 忽然又改嘴了 一会儿说呢 自己是齐王 一会儿说呢 自己是吴王 再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定王 反正是颠三倒四与无伦次 各种大刑 轮廉用过之后 大和尚挨不过了 只得说出实情 我本名大悲 在苏州当和尚 见天下大乱 想趁机娶富贵 娶富贵的道 在当时乱世呢 实际上还挺多的 这个大悲和尚呢 哎 非得走这么危险的一个捷径 而且他自己一会儿号称这个王 号称那个王 他连皇家的宗谱 有谁 他都讲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竟敢夜寇宫门 绝对是属于那种 胆大恼小的这样的人 远大成呢 听说这事之后很兴奋 他就想通过这个案件啊 把那些这个东林党人啊 都攀岩进来 把那些人都杀了 远大成这老小爱特能写 笔刀还挺快 几天之内 他就弄出一个涉案人员排名 还为了更形象化 他又造出什么十八罗汉啊 五十三餐啊 等等等等 还把他得罪过他那些东林党人 一一罗织在这个案子当中 而且远大成笔下呢 还煞过见识啊 那个罪行立例 实际上所有的呃 所谓的罪行完全都是他的文学创作 还好在朝中呢 主持朝政的马世英呢 就不想惹更大的麻烦 对远大成想当时兴起大狱的这个事 还真不感兴趣 就主动的把这个案子给压下来了 最终怎么结案呢 就以妖言罪 把这个大悲和尚给砍了 这位和尚呢 富贵没有想到 这回倒是真是无头一身轻 驾刀西归续也 说了大悲和尚啊 那么同飞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竹雕啊 实际上在我国西州的时候 已经有雏形了 还逐渐的演化转变 到唐代呢 大伙就慢慢知道竹雕这门记忆了 而且好多人都喜爱这种记忆 明朝中期开始呢 竹雕工艺就达到鼎盛了 当时这个盛产竹子的 这个江南地区的嘉定和金陵 当时就称为啊 竹雕艺术的两大中心 从而呢 也诞生了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竹雕流派 嘉定派和金陵派 金陵派的竹雕艺术呢 它并不讲究精雕细琢 它只是按照材料的天然形态 稍加琢磨 主要记法呢是浅刻 这种刻法啊 虽然说是浅刻 但是它有线也有面 刻出这个景物呢 等于可以再现出书画的 那种笔墨易去 而嘉定派呢 讲究的是生刻和透雕 其中影响最大的 就是嘉定姓朱的这一族人 他们当中代表人物呢 叫朱赫 这朱赫呢 也就成为嘉定派的创始人 朱赫呢 主要生活在嘉定和万历时期 它在竹刻当中 就融入绘画的技法 又创造了深雕 什么远景的线条 特别清晰 而它近景的刀法 非常犀利 具有非常鲜明的层次感 如果我们看 朱赫现存的作品 就可以发现 透雕 深雕 高浮雕 这是它主要的特色 而且呢 它能够在方寸之间 这个竹木上 刻这个山水人物 楼阁鸟兽 多层楼雕的技术啊 精美绝伦 而它这种竹雕艺术的这个特点 能够在这个玉器啊 和其他的明朝工艺美术方面 都能长到相似的特点 竹雕的另一派 金灵派呢 就以金灵人 浦中谦 以它为代表 它的那种竹雕浅雕呢 就特别随心所欲 而且呢 也就是它 还这个首先开发出 这个竹筒啊 笔筒啊 这些文房用品 由此一来呢 明朝的这个竹刻用品呢 就带有强烈的文人文化特点 而后呢 就大规模的啊 进入了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从古至今 冒充大人物来行骗 本来就不是什么新招 但宏观一朝 这三位骗子 胆子却是太大了 直接假冒冲真帝 假冒妃子 假冒太子 完全就不拿宏光帝当牌菜 他们 我觉得还是太飘了 假扮妃子那位同事呢 那位文艺女青年 还特别入戏 绝对是一位情感携手 放到今天啊 绝对是千万流量大V 半太子那个王志明呢 就更离谱了 他还想揍皇位 从这些骗子的一种大感程度 就可以推想到 他们当时对宏光帝的看法 宏光帝呢 就是一傻子 人傻 钱多 素来 不过这些骗子呢 最后造成真正的影响呢 就成了有心之恩的话语 那些对宏光帝不满的人 特别是 还一直不受着宏光帝带见那些东林党人 愤愤呢 就拿这三个案子来说事 阴阳怪气 大搞舆论战 由此呢 对于这个摇摇欲坠的宏光政权 等于又多推他们两把 把他们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南明方面呢 确确实实是暗老葫芦又起瓢 当时那大和尚 假冒皇帝和王子 那个大悲案 正审着呢 河南巡抚 月祺节又上报 说当地呢 有个妇人 自称是 宏光帝当德昌王时候的妃子 同事 据说呢 在明末战烂中 和王爷啊 离师了 现在 他已经派重兵 护诉 进入南京 月祺节这个举动呢 本来是想讨好宏光帝 谁料想 大胖子皇帝 见到这个书奏之后 拍烂大怒 我哪里有这么一个同妃 一秒 他说把桌案给踢翻了 可见他当时气得够呛 宏光二年三月初一 所谓的同妃 刚一入南京 马上呢 就被宏光帝下诏 逮入诏狱 遭受严刑审问 不久呢 锦衣卫送上了供词 宏光帝拿了供词就看 妾年三十六岁 十七岁入宫 册分之人为曹内建 时由东宫皇室西宫李氏 李氏生子玉阁 寇乱不知所在 妾于崇祯十一年生义子 名金阁 齿碧为继 今在宁家庄 看到这所谓同妃的供词 宏光帝 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马上就对周围人讲 我从前只是个王爷 德昌王 怎么会有东宫西宫之说呢 他说那两个妃子性命不差 一个病死了 一个兵乱石自杀了 这位同妃 即使有这么回事 我当时做一个郡王娶个妾 何来册封之说 愤怒之疑 朱幽松边和他周围的人 边怒言 边提笔 在案卷上蒙邪蒙批 这份文件也可以说 是他当皇帝一年来 最认真批签的一个文件 我实际上可以显现 这个所谓的同妃 应该就是一个见过世面的 这么样的一个细谜二百五 可能呢 他在战乱当中 遇到过福王府中的侍女 或者是那些老妈子什么的 知道一些福王藩府当中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他就充分发挥了想象力 自编乱造 说不定呢 也想给他自己在宁家庄的亲骨肉 找个富贵皇帝爸爸 他找谁都行 他找到了洪光帝 肯定呢就是找死 而且呢 这位同妃 同娘娘呢 完全还是戏子风范 从河南到南京这个途中 他一直呢 是以皇后自居的 索经周县 那些地方官员 对他的吃住 但凡有一点不称他意的 他马上就会破口大骂 甚至呢 他还会仙桌聊席 完全就是那种 市井泼富的本色 一些马屁经官员 认为他是真的同妃啊 贵于道左营业 这位同娘娘呢 还肯定会自己呢 把那叫链掀起 露出那个大坟脸 娇滴滴 还喊一句 免礼 她这一声喊 往往就吓人一跳 文者害笑 这个害笑两个字 非常传神 举止钻轻浮 但这位女子呢 绝绝对对 是个文学女青年 她在狱中呢 还灰灰洒洒 写出一篇 让好事者可以下泪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史史末 臣问贫贱之交不可望 糟糠之妻不下堂 臣自福藩是中宫 此民间世述 由之糟糠妻也 今之龙非久武 普天下皆瞻恩责 而臣由遭弃捐 故旧不移 想非仁慈之主 忍弃智者 游记新四二月 贼寇临城 王在旦夕 于十三日三更时分 皇上亲语吩咐 彼时东西两宫 据是花言巧语 为臣至时可保 十三日三更时分 叮咛天语也 缓言一日至十五日 河南府城 为贼献莫 臣同乃子苗氏 怀抱金戈王眉山 三日后而遇贼 此臣至县之源 并皇上临起叮咛可激一折 且太子为设计之本 宗赐之序 臣身收任关系有小 而太子关系宗庙设计 天下人民瞻仰者大 为臣母子备献贼中 不便执任 从来国难蒙臣 散而复聚 离而复合 待不伐种 其以患难流离 而夫妇恩义 随之断绝 臣赖祖宗之福 皇上之恩诞生一子 绝名金戈 掌上之珠 咬痕在夜 患难挟持 万死一生 不忍气 无非为皇上三十五子 而现在皇子混畜民间 中途草木枯朽 臣得罪于祖宗不前已 此时不敢望皇上收任 只是金戈元系皇上骨血 启念父子之情 浅观察取 臣继昆发自尽 亦所甘心 这份供词 是在明末清初 文人所写的笔记 《搅火录》当中记载的 从搅火录 收集的这份供词看 实际上是谬误百出 漏洞太多了 所谓这个铜飞 他编造出这些细节呢 乍看还挺有模有样的 仔细一想 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推敲 而暗词当中 他所讲的 遭康之妻不下堂 以及他替这个 洪光帝生儿子 什么养育民间这两个事的 绝对是戏中高潮 这个女人所写的一个供词呢 我们也能够看出 有不少啊 是渲染之语 这些肯定是狱中的一些纹立体的润色的 由此也可以说明 就在那狱历当中 也有不少人呢 被这个铜飞所迷惑 认为他就是真的 皇帝的妃子 戏谜戏戏谜 难怪呢 假意成真 所谓的铜飞这个事呢 当时传的沸沸扬扬 就连马氏鹰啊 私下都对自己的从人讲 人非至情所获 谁敢冒称陛下之妃 消息传到那些东林党人的耳朵里 他们更是坚信 洪光帝这个人就是厌恶遭康之妻 喜心厌旧 而且到处去嚷嚷 大造舆论 得知大臣们许多人在外议论纷纷 洪光帝当时气得不行 当时他那气啊 还是属于又急又气 急什么呢 急着就冒出这么一桩离奇的婚事 气的是这个妖妇如此大胆 敢冒充自己另一半 怒急之余 洪光帝就亲自下令 就命令锦衣卫 断绝这个同妃的吃食 最终呢 把这位佟娘娘活活饿死在狱中 本来这个妇人呢 是为个锦衣玉食而来 结果呢 遇见的是锦衣卫 吃的是空气食 最终这个文学女青年 加上了个女戏迷 等于是在高墙内 得被活活饿死 难度三案 前面我们讲了两个 大胃和胜案 同妃案 那么在这三案当中 影响最大的 谁要数这个第三案就北来太子案 或者呢 称为南都太子案 大概就在大胃和胜案发生的同时呢 也就是1644年年底 当时红柔寺高梦基 有个仆人名叫木虎 这个木虎呢 从北方逃难 就往南京方向跑 半路上他遇到一位年轻人 这两个人就结伴而行 晚上呢 他们一起住宿 木虎就忽然发现 年轻人的内衣啊 只有隆纹 马上大惊就问 您是谁啊 年轻人就回答 我乃皇太子也 然后呢 就木虎一路上小心巴结 南行途中啊 对着年轻人呵护有加 转天开春 木虎就到南京了 马上把这一路上的情况 禀告给他的主人 高梦基听这样一说 脑子一热 立刻就密爆红光地 同时呢 就派人把这位太子 送往苏行一旦 办事保护 得办事软禁 谁料想呢 这位小爷也不知收敛 四处招摇 甚至呢 在元宵灯会 仇人广众之中 当时这么多人 围着他 他还在那耗瘫 唯恐周围人啊 不知道他就是从真太子 洪光帝得知消息之后呢 不变真伪啊 马上亲笔写信 给这位太子 让他呢 进入南京和自己一见 以此同时呢 洪光帝又派他手下 广光李济州 率领了一班人马吧 把这位年轻人呢 就从金华 带入到南京中来辨认 那根据野史记载呢 李济州 杨晋朝 这两位患者 见到这位太子之后呢 马上就抱住他的脚痛哭 这两个患者啊 都是从前在北京东宫 侍奉过那个真太子的 当时他们的表现呢 好像这个太子就是真的 但我认为啊 这个姓李的和姓杨 这个两个患者呢 也是为利益所谜 他们就觉得洪光帝本人都有亲笔信 写给这位小爷 皇帝已经认假为真了 我们不能拘于人后啊 当时这位所谓的太子呢 见这两个患者这样表现 把自己当真太子 而且还有洪光帝的亲笔信 自信心的意识大增 开口就问这两位患者 汝贝迎我入南京 是让皇帝之位与我作否 两个患者当时泪眼迷离之间 听太子仗一问 当时吓得亡魂皆冒 患者啊 都是人精啊 他们看到周围几一位的 这个卫兵还挺多 知道自己的搭话 绝对不能有所疏失 这两个人呢 赶忙跪下回禀 这事啊 小的们不知 即便如此 李济州 杨靖朝 这两个东宫的 从前的患者 当地拜哭太子 这个事啊 当时已经传出去了 所以 当这位假太子 路径杭州的时候呢 城内的巡抚 包括满城的文武官员 都尚且敬拜 还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江南一带老百姓呢 听到这个消息 都欢呼雀跃 都传说 太子已经逃出生天 已经返回南京了 正在路上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洪光行帝也挺生气 马上派人 把这个姓李的姓杨 那两个患者秘密加以逮捕 要什么板子 夹子绳子 一起上 等于就把这两位群众委员 给活活打死 不料想 洪光帝的这个举动啊 等于就受人以柄 就更显示出呢 他是有意杀人灭口 东京党 附设这一系人马 终于抓住把柄 四处煽风点火 大造舆论 后来的学者呢 研究南明史 就往往把正人君子 黄宗熙 王福之这些人的著作呢 当做信史来读 不仅认为北来太子 就是真太子 而且还深信的 铜飞啊 也是洪光帝的原配 而黄宗熙呢 当时做的更过头 他在文笔当中啊 他甚至影射 洪光帝本人都是假冒的 不仅洪光帝本人是假冒 连从河南那地方跑过来的 洪光帝的嫡母邹太后 也是假的 再后来 好几位东林系的一些文友 啊 愤愤大作文章 在清朝建立之后啊 撰写回忆录啊 撰写亲历记 一直是咬乱视听 东林系的这些文人呢 他们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马世英呢 是奸臣 奸人弄权 竖甲为真 洪光帝呢 他帝位呢 更是得之不正 马世英呢 确实是个奸臣 洪光帝呢 确实是个银庸之君 这个都不错 都不假 但洪光帝本人 绝对是百分之百 服王正身 从伦从旭来讲呢 他也应该得力为君 黄宗熙这些人捏造事实呢 完全是出于党人私见 通过文笔 通过笔墨来宣泄报复 但也正由于 黄宗熙这些人呢 活得长 他们呢 你想又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 出现在历史当中 所以说 他当时写的 洪光十路超 这本历史笔记呢 确实是不少人信 当时和后世 包括他的弟子 包括他党人那些作品 也附和他这样的说法 因此也迷惑了不少学者 由此观之 马世英呢 在上书当中 弹劾的东林党人的丑行呢 也不是全无根据 马世英怎么写的呢 今身之贪恨无耻 至先帝末年而已急 结党营私 招权纳会 以致国事败坏 祸及宗社 闯贼入都之日 死忠者寥寥 降贼者强伴 侍从之班 清华之选 素号正人君子之流 如科尘光石亨 立足南迁之义 而身先迎贼 拱定兹 降贼后 没与人以 我本要死 小妾不肯为辞 其他逆臣不肯没举 台省不纠谈 私扣不行法 臣妾遗言 更有大逆之有者 如数捷是邹中 劝进未夷 傅尚书劝贼 早定江南 祭书其子 称贼为新主 盛夸其英武人名 即恩欲之龙 以摇汉东南亲友 又闻其过先帝子宫之前 洋洋得意 竟不下马 臣文之不胜法之 正是在当时东林党人 这些煽动之下 南京那些市民 就施大夫老百姓 各个义愤填膺 本来他们就恨 马世英这些人 专权贪婪 如今又有太子 进入南京之后被囚禁 百姓们终于找到宣泄口了 就公开叫嚷 要替太子申冤 这些老百姓之见 大可不听 但是军阀当中又有人出面了 就不得不让洪光帝 当然心非常慌 四镇之一的黄德公 也是出于宫中之心 就上书 其中写着什么呢 东宫未必假冒 各官逢迎 不知底细何人辩明 何人定为监委 先帝之子 即陛下之子 未有不明不白 赴之行御 浑然雷同 将仁臣之义为何 恐再庭铸臣 禅循者多 抗言者少 既明白时任 亦谁敢出头取祸乎 眼见君阵的这些君头 也给自己上书 只赤自己 宫光帝也不敢怠慢 马上对职长赵玉的人 就一再嘱咐 千万不要对这个太子用刑 而后呢 又要拿出北京皇宫的样式图 叫这位太子辩任 当时这位冒充太子的小爷儿 还挺聪明 估计他事先做过一些准备 竟然能指出 当时皇后和东宫的位置 就皇后宫他也知道在哪 东宫他也知道在哪 三月初呢 南京那些官员进行会审 这个人呢 还能认得出 从前啊 在北京的那个日监官方拱前的 还认识出他 就是这位是方讲官 但是 等到呢 大学是王夺出场 假太子就马上原形毕露 因为这个王夺啊 亲自教这个太子读书 长达三年之久 王夺这个时候在洪光朝呢 任大学士 等于也是阁臣 首先呢 就真的从真帝的太子 那朱慈朗 本人长得是浓眉大眼 身高背后 行装立宿 望之就有储君之风 我们要知道 现在看一些电视剧 网剧咱们看多了 无论是从真帝 康熙帝 汉武帝 什么唐明皇 什么这些人 见大臣都在那歪歪扭扭 斜着坐的 完全没有人君之风 古代帝王 他们当王子的时候 当太子的时候 都受那种正统的儒家教育 个个会摆那种端庄之态 就跟你当过兵一样 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但凡见到外人 他个个都是在那端坐不动的 目不斜视 绝对不像现在那些网剧 电视剧当中 那些所谓皇帝们 歪歪扭扭的 那种娇后八妇的 那种作风 完全不是的 而这位贾太子呢 唇红纸白 清秀伶俐 一看就是个世景人精 因此呢 大学士王舵一眼 就发觉 这个人根本就是假冒的 他就上前问他 你认得我吗 如今贾太子遇到真老师 他会如何表现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明朝的竹雕 如果我们看现存的实物 好多都是小器 但是呢 这一气之微 往往是穷功极桥 精雕细琢 明朝的竹雕艺术品 和这个书画一样 饱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 而随着当时 这个明朝文人士大夫 对工艺美术认识的一种加深 他们的鉴赏和收藏风气 也越来越浓厚 由此一来呢 那些文人和士大夫 对这个竹雕的艺术价值 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竹雕竹刻 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内涵呢 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明代中后期 这些竹器 因为文人士大夫 他们的参与 他们的欣赏 就形成独特的审美价值 慢慢的就形成一种 专门的艺术门类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 竹客名家层出不穷 明朝的竹客构图呢 一般都是比较饱满的 刀工深俊 线条刚进 风格方面呢 又是浑厚古朴 如果我们看收藏图书 这个故宫博物院 所藏的那个竹雕侍女 以那个笔筒为例吧 你看那侍女戴了一个风帽 手里面还拿了一朵兰花 而这个笔筒呢 就应用了透雕 漏雕 浮雕 圆雕等几种技法 梅老师我呢 还看过南京博物院所藏的 就那个诸贺雕的 高福雕的松贺笔筒 这个松贺笔筒呢 风格就非常质朴 气息苍古 这个作品就代表着 诸贺初创竹雕时期的 纳了一种精神面貌 正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 竹雕竹客这种艺术形式呢 就在我们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呢 开始独树一帜 同时呢 它也是我们汉民族 非常宝贵的艺术财富 brings back to the 最后 stuck 智越剐紧的 奥 全是 明朝内